科比欣赏他,韦德欣赏他,林书豪竟为他疯狂至此,球迷,他只美NBA是一群爷们的战场,NBA是一个江湖,江湖充满着各种传奇色彩,充满着各种传说,不知不觉科比离开NBA已经两年多了,离开NBA的科比居然往影视圈发展了,之前还得了奥斯卡金奖,简直是人生赢家啊。 说实话,就科比这颜值,去混好莱坞真的是绰绰有余,就是不知道球迷看到了科比会不会太跳戏,科比年轻时可是有着很多风流运势的,因为科比个性风流,险下了很多风流战,科嫂把妮莎一度与科比离婚,科比为了返回妻子一日千金,买了一颗价值四百万的钻戒,科嫂才回心转意, 其实在两人离婚期间,老科在接受采访时候居然说到,过他最欣赏的女人是杰西卡阿尔巴,表示是自己的梦中行人,这话可是引起一片哗然啊,从这也可以知道,科比是有多欣赏阿尔巴了, 不止科比就连NBA穿衣最性感的男神维德,也表示对阿尔巴很欣赏,曾经当众赞美过他的美貌,科比和维德这都算小儿科了,NBA还有一人更为疯狂,他就是中国球尼眼里的林疯狂林书豪了,林书豪, 1988年8月23日,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托伦斯市,族籍是福建省张普县,族被移居台湾彰化,父母1977年移民美国,林书豪是美籍华裔,不过这阻止不了修弥对他的喜爱,书豪在大出身,嫁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, 时曾表示,过他最想约会的女生是杰西卡阿尔巴,想找这样的女朋友,据说书豪的卧室上都贴着女神的海报,看过他图片的球迷都说他真美,你们知道书豪为什么这么疯狂了吧,图片来自网络如若心泉,请联系作者删除